回一南情緒好激動 差一點跌到馬路邊 我們等你把他帶走好不好 我們等你把他帶離開這裡 我們不要介入 你把他帶走 燃燒一男子是他的爸爸 好不容易才把人給控制住 但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失控鬧事 台北市士林這間美式 連鎖炸雞店是他上班的地方 當天下午他才被老闆帶到派出所 男人一路走 而且身上沾買炸雞用的白粉 原來他們曾在店裡就爆發拉扯 這名員工會被老闆帶到派出所 除了他在店裡面大聲咆哮 把客人趕走之外 他還在前一天就疑似開始鬧事 拿著手機接上喇叭 不斷播放這段影片 蔡英文總統跟一國兩制 跟我早上刷牙的牙膏快用完 我一直擠 一直擠 我看到蔡英文在擠韓國瑜 把他往一國兩制擠 附近居民說36歲卵姓員工 17號上班的時候 就拿手機接喇叭 播放韓國瑜四年前 參選總統的辯論會片段 說自己是鋼鐵韓粉 到處問人知不支持韓國瑜 隔天上班繼續放還和客人起口角 要客人走開 老闆人無可忍 呵斥 他疑似質疑老闆不愛韓國瑜 大聲咆哮摔肌肉 甚至和老闆發生推擠 最後被帶去派出所 結果人一進去 竟然大鬧值班台 想打老闆被保護管束 不瞞老闆找警察處理 他當天晚上就跑回店裡 去找老闆理論 最後是父親到場 把他給接回家 雖然沒有挨告 也沒有被拜訪來公務 但也因此丟了工作 卵性男子原本負責早班 少了一個員工 店家暫時只剩晚上可以營業 但可能是520前夕 政治局勢不合他的意義 鋼鐵韓粉 咆哮泄憤 改變不了事實 卻得重新找工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